落机不见了,成千上万的士兵战死了,食物也越来越少,大家都在恐惧的气氛中生活着,但是夏天还是照常来到了,无论是在战争中胜利的国家还是失败的国家,太阳都同样送来它的光芒。 暑假结束了,小豆豆从镰仓的伯父家又回到了东京自己的家,在八学园度过的快乐的露营,去土肥温泉的旅行等暑假活动都再也不能举行了,和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度过的暑假都无法再次体验了。 而且,小豆豆每年和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的镰仓的那个家,也和以往的夏天完全不同了。 往常,一个亲戚家的大哥哥总是灰深灰色地给大家讲鬼怪故事,吓得小孩们哭哭啼啼的,但这个大哥哥已经去当兵了,所以再也没有鬼怪故事了。 而且,往常伯父会给孩子们讲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故事,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伯父编出来的,总之好玩极了。 但是,今年伯父也在战场上,他是一流的摄影记者,名叫田口修志。 不过,自从伯父担任日本新闻纽约分社的社长,以及美国地铁新闻的远东地区代表之后,更多的人只知道他叫修田口。 这个英式的名字反而比本名更广为人知。 伯父是爸爸的亲哥哥,与爸爸年岁相差最小,但由于只有爸爸随了他们母亲一边的姓氏,所以他们的名字不一样,实际上,爸爸也应当是田口先生。 伯父拍摄的《腊包尔攻防战》以及别的新闻片,一步一步地在电影院里上映着,但是,只有拍摄的胶片从战场上送回来。 伯父却杳无音信,伯母和堂兄弟姐妹们非常担心。 亲戚家的大人们说,因为摄影记者总是要拍摄大家处于危险境地时的照片,他就得比别人更早一步进入危险地区,然后回过身拍摄整个场面。 如果摄影记者是跟在别人后面的,那他只能拍到背影了。 在没有通路的时候,他必须在最前面,想方设法通过没有路的底端,到前方或者旁边进行拍摄。 这就是战地摄影记者的工作。 如果等别人开辟好了道路,他才走过去的话,是无法拍摄到战争中的新闻片的。 现在,连镰仓的海岸线也那么令人担忧。 滑稽的是,伯父家最大的男孩叫阿宁的,比小豆豆小一岁。 睡觉前,他喜欢在小豆豆他们睡觉的文章里,一边叫着天皇陛下万岁,一边扑通跌倒,装成战死的样子。 阿宁认真地装过好几遍士兵战死的样子,但不知什么缘故,每当他扮演过士兵的晚上,他一定会睡得迷迷糊糊, 半夜从篮子上跌下去,把大家都吵醒。 小豆豆的爸爸在东京还有工作,所以妈妈也和爸爸一起留在了东京。 暑假结束了,正好这里有一位亲戚家的大姐姐也要回东京,于是他就把小豆豆带回了家。 小豆豆一回到家,像平常一样,先去找洛基,但是到处都看不见洛基的身影,房间里没有,院子里也没有。 甚至连爸爸培育兰花的温室里都找遍了,仍然不见洛基,小豆豆越来越担心。 平时,当小豆豆走到家附近的时候,洛基就会从什么地方跳出来,跑过去迎接他。 可是现在,小豆豆走出家门,沿着外面的路一直走着,叫着洛基的名字,但是那熟悉的眼睛,熟悉的耳朵和尾巴,却始终没有出现。 小豆豆心想,可能自己出来的这段时间,洛基已经回到家里了,于是又赶紧跑回去看。 但洛基没有回家,终于,小豆豆问妈妈,洛基呢? 刚才,小豆豆焦急地跑来跑去寻找洛基,这一切,妈妈都看在眼里,她沉默了。 小豆豆拉住妈妈的裙子,又问,哎,洛基呢? 妈妈难以启齿,但终于艰难地答到,她不见了。 小豆豆不能相信,洛基不见了,什么时候? 小豆豆望着妈妈的脸,又问。 妈妈不知道如何是好,悲伤地说,你去了镰仓之后,没几天就。 接着,妈妈迅速地补充道,到处都找遍了,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,也问过很多人,但是哪儿都没有,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,对不起。 这时候,小豆豆明白了,洛基一定是死了,妈妈是怕我难过才这么说的,可是洛基死了。 小豆豆心里非常清楚,在这以前,无论小豆豆去了多么远的地方,洛基绝对不会离开家出远门,因为洛基知道,小豆豆一定会回来的。 洛基不会什么也不对我说就自己走了,他绝对不会,小豆豆确信这一点。 小豆豆没有再对妈妈多问什么,他理解妈妈的心情,他只低下头说了一句,会到哪里去了呢? 说完这句话,小豆豆再也忍不住了,匆匆奔向二楼自己的房间。 没有了洛基的家,甚至感觉像别人的家似的。 小豆豆来到自己的房间,拼命忍住哭泣,又想了一遍,那就是,有没有对洛基做过坏事,有没有什么事情使得洛基要离家出走呢? 有吗?小林先生总是对八学院的孩子们说,不能欺骗动物,动物很信任你们,如果你们欺骗它们,那它们就太可怜了。 如果你对狗说,握一握手,就给你点心吃。 那么握手之后,绝对不能什么也不给它,如果那样,狗就不再信任你,它的性格也会变坏。 小豆豆一直恪守着这一条,它从来没有欺骗过洛基,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洛基出走。 这时,小豆豆看到放在地板上的熊娃娃的脚上,沾着一缕东西,一直忍着没有哭出来的小豆豆,看到这缕东西再也忍不住,放声哭了起来。 那是一缕浅茶色的毛,洛基的毛,那是小豆豆出发去镰仓的那天早晨,和洛基在这里翻滚嬉闹的时候,从洛基身上落下来的毛。 小豆豆捡起这几根牧羊犬的毛,紧紧地握在手里,久久地,久久地哭泣着,泪水和哭声怎么也无法止住。 太明之后,小豆豆又失去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。